哈喽 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一伦 我们要持续带大家来关心乌俄战争的最新情势 因为现在两方的状况又升温了 不过先介绍相关的讯息之前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跟我们对谈的记者叶伟成 伟成好 一伦好 国家观众朋友大家好 当然伟成要今天跟我一起来 带大家来探讨一些国际上面的最新局势 自然就要先讲到是乌俄战争了 现在出现了新的转捩点 在8号这一天克里米亚大桥被炸毁之后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就说 这一定是乌克兰的这个恐怖攻击啦 但是后来在两天后 就是台湾时间10号 我们也知道这个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也传出爆炸 而且其实不止基辅 包含上东北边的这个哈尔科夫 以及蒂涅伯罗 还有南部的奥德萨 以及西部的这些重症 都遭到了炮袭 甚至奥德萨还启动了防空系统 就代表其实蛮紧张也蛮危险的 好俄罗斯到底做了什么呢 他们是发射了84枚的导弹 真的蛮可怕的对不对 好这个乌克兰的内政部长 顾问格拉申科甚至说 有一枚的导弹落在了基辅弗 弗拉基米尔大街的雕像旁 大家对这个地方一定不是那么熟悉 因为我们不是当地人 但这个地方其实蛮敏感也蛮重要的 因为他临近乌国的国安局 以及总统办公室 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说 这个泽伦斯基不知道有没有生命危险 但他后来也自拍影片有说他很OK的 但是要民众赶快躲到室内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这看起来很明显就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报复 确实在这个俄卫网的这个上头 他们说10号联邦的安全会议 俄国这边有进行开会讨论的时候 就有说这个对于能源跟军事指挥 还有通讯的部分 俄罗斯有进行这个远距离的打击 甚至他也直接挑明说 这个赤克大桥的爆炸 就是克里米亚大桥 就是乌克兰所策划组织 而且他是造势者 好两方这样打来打去看起来打不完 你一方我一方感觉 这个急速升温的感觉正在全球燃烧 但是当时基辅的这个爆炸画面 其实也蛮多的画面有曝光 包含有民众开在路上 就直接看到炮弹掉落在前方 乌克兰中部的地涅波罗 有驾驶车开到一半眼前突然爆出 最大火光吓得他赶紧掉头撤离 部长眼的俄罗斯飞弹又把地涅波罗的民宅炸到七八烂 还有公车也被炸毁 这名妇女激动痛骂普清 为了报复克里尼亚克斥桥大爆炸 俄罗斯十号至少朝八座城市 一口气发射八十多枚的飞弹 不只哈尔科夫居民得躲回黑漆漆的地铁站避难 炸波罗热也无能幸免 也有政府大楼因为爆炸威力 门窗玻璃最满地乱成一团 而局务所不轰 目标还包含尼古拉耶夫造船大学 首都基辅同样有大学和博物馆背后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痛批 俄罗斯就是要让乌克兰从地表消失 俄罗斯总统普清10号在安全会议上认了 是要报复克制桥大爆炸 而经过一连串攻击 乌克兰又有许多民政无点可用 目前乌克兰各地已有十多人死亡 对于俄罗斯连串的致命空袭 G7集团领导和泽伦斯基将紧急在周二开会 商讨对策 TV新闻中文报导 好看到这个战争的画面真的是有很多很震撼 也令人心碎的一些画面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跨海大桥 他被炸毁之后 那普清呢他就直指这是乌克兰的恐怖主义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不过也有官员是说 这有可能呢会是莫斯科自己内斗的结果 也就是说普清他现在所面临的不只是外患 还包含了内忧 所以有人要反叛他吗 这确实是有可能的 因为在他这个宣布要加强打击乌克兰之后 那实际上不是说所有俄罗斯人都想要继续跟这个乌克兰打下去 所以我们那个强力的在征兵的时候也有很多人逃兵 那当然在莫斯科里面可能也会造成有一些人可能会跳出来政变 所以他现在非常的担心 所以呢他们现在普清在莫斯科部署的这个基因卫队叫做独立作战任务师 那他有1.8万人是迅速的部署这个部位的这个部队 那他这个是隶属于国家禁卫军的作战部队 所以现在整个这个莫斯科的局势也变得 对内来说也是很紧张的 包括他们竟然是在首都里面设置了路障 就是怕大家逃兵或者是逃离这个地方 另外还有就是相关的这个机构都要加强的戒备 甚至会直接去逮捕有这个安全对安全造成威胁的一些士兵 现场这个这个是造成非常大的这个戒备的一个情势 而现在因为这个两方的这个战争是越演越烈嘛 那我们其实也知道说 刚刚一伦有提到在前面 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很多的地区都进行了这些导弹的炮击 就连这个刚刚提到的 因为他们的首都的这个基辅这个地方 又成为他们这个主要炮击的地方 那包在最近包括了是 在市中心的三星的乌克兰总部的大楼也因为空袭 所以整个这个玻璃全部都碎光光 那刚刚就是这些很多的民众呢 就逼不得已必须要躲到地铁站里面来这个进行避难 但我觉得这也是也会看得出这个民族的韧性 当大家就是感觉已经很可怜的在地铁面避难的时候 他们是一起唱起的国歌还有当地的民谣来互相打气 来看这个报道 平稳低沉的歌声回荡在基辅地铁车站 基辅人在这里唱起国歌和民谣 高喊口号为乌克兰人加油 因为有不少人在前一刻才经历这惊悚的一瞬间 就在当地清晨的通勤时间 准备上班上课的基辅人却看到这样的场景 市中心的大楼直冒黑烟整座城市都能听到凄厉的惨叫声 有些人拿手机记录还得时不时玩下声就怕遭到飞弹碎片颇及 俄罗斯杀红了眼对基辅展开打轰炸就连南韩三星位在当地的总部 玻璃也碎了满地整栋办公大楼已经有一半楼空 其实乌克兰现在是为我们的战斗 另一头造访基辅的拉托维亚官员话才刚说完 就听到警报声紧急避难 基辅街头在空袭后陷入混乱 乌克兰国防部也在推特剖出影片和文字 强调全世界都会助他们对抗恐怖分子 尽管又一波恐慌氛围在基辅蔓延开来 现在当地居民反倒相当沉稳 民众也说能做到的就是团结清理现场合力恢复甲园 TVBS新闻就到 好看完刚刚的我其实觉得这个寒毛都竖起来了 因为真的战争相当无情 大家都希望赶快把战争结束 但是普京似乎没有要罢休 因为他有可能会动用核武 这其实就是大家最担心的 因为我们根本不想要有这样子的情形在全世界发生 这可是全世界的大事 好到底他会不会动用核武呢 现在有一些传言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俄军可能会动用所有的武器跟一切的军事力量 为的就是要完成使命所以他不得不动用这项绝招啦 那有可能是我们看到这个德国的前总理梅克尔 他也曾经讲过说应该要把普京的话严肃来对待 因为他说他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 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行动是大家没办法想象的 好那再来有第三个传言 就是因为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跟美国总统拜登 常常都有说嘛 普京正威胁在使用核武器 有人还是认为说会不会有过度渲染的状况出现 好第四个我看到我会觉得说 确实好像有一点讯号 就是美俄现在重启了红色通话 哎红色通话是什么呢 就是在1963年古巴飞弹危机的时候 他们曾经拿起过这通电话来互相沟通一下 那还有在1973年以阿战争 还有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的时候 但其实后来苏联解体之后 这个红色通话就已经废弃了 但专线还留着 那如果现在又再重启的话 是不是代表就有核武的危机呢 这是大家所担心的 好车程的领袖 之前也曾经讲过 俄罗斯应该使用低当量的核武 这是因为乌克兰频频告捷 所以他那时候看不下去 他有一点点在暗示 俄罗斯应该要用一些武器来反制 那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则说 俄罗斯全面恪守防止核战的原则 以及俄罗斯的总统秘书也说 不会在相关文件的规定外 其他情况之下使用核武器 看起来再再都在反驳说 我们不会使用核武 但问题是如果普京要谁敢不做呢 现在就是他的决定 会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那他现在如果真的要用一切的手段 把乌克兰拿下来 或是跟其他民主国家来进行对抗的话 或许会用 但是我们就是要观察了 对尤其是因为如果是使用核武的话 周边的邻近所有的国家 那包含就是中国或者是中亚地区 实际上都会是非常危险的 那中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其实他们的态度就是我们过去 其实也常常在国际家这边讨论的 就是站在一个很中立的立场 宣称自己的立场是很中立的 那这个他们的发言人 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 他就又再次的来重申 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这个立场 那这包括就是希望乌俄这两个国家呢 可以借由对话来进行协商 那么要妥占的去解决分歧 那他们的立场还是一样 就是尊重各国的主权还有领土 也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这个宗旨的原则 那他也另外也提到了 重要的是坚持谈判的方向 各方要一起推动这个局势缓和 与各界来保持沟通 希望可以发挥建设性的这个沟通的作用 但说是这样说 那他也中国大陆 他们的立场也是都没有变 喊话双方沟通 不想要介入这件事情 也已经这么久了 甚至在这个很多联合国里面 安理会的投票呢 中国都直接弃权 双手一摊就是觉得 我完全不要表态任何的事情 对但我们再看回到毛宁他说 各方应该要来推动局势的缓和 这句话从毛宁的嘴巴上讲出来 我觉得会有点不公平不公正 因为他对于我们这个海峡的另外一边 中华民国不是这样说的 10月10号这天是国庆日 总统蔡英文也喊话说这个 我们兵戎相见不是两岸的选项 但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就狠批说 哎台湾不是国家没有总统 他是这样讲的 但是现在他也没有做 比较强硬的反击 所以外媒认为说 中共的二十大之前 现在中国大陆 还是不会在两岸之间做妥协 一切的状况还是要等到 二十大之后再来看决定 双十国庆当天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军陆战队 在北海道展开联合军演 大陆媒体警钉 训练中双方重点演练 将目标部队赶出模拟离岛 日美双方正在努力提升 威慑力和应对能力 军演项目还包括海马斯火箭机动部署 强化控制日本周边海域的军事力量 主要应对的就是大陆军力 持续对外扩张 不只是美日军方 各国媒体对于总统蔡英文 国庆向大陆喊话 兵戎相见不是两岸的选项 同样关注 Her speech today comes just days ahead 外媒评论习近平为了在取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任任期前树立威信 两岸沟通只有强势一种选择 大陆官方发言也印证了这点 大陆国台办针对总统谈话也发表声明批评 是坚持两国论 渲染大陆破坏两岸和平 以武谋独 TVBS新闻张志明的名称 综合报导 好 Google Trends 带大家看看各地网友热搜什么话题 第一个我们把镜头转到美国 请韦成帮我们分析美国的热搜话题 好 美国热搜关键字是Packers 那它就是指这个包装工人啦 那这是因为呢 他们这个美国的国家美式足球联盟呢 他们现在正在海外举行一些海外赛 就是希望可以推广就是这个美式足球的这个部分 那刚好在前几天他们有进行一个比赛是 绿湾包装工队上纽约巨人 那他们是在这个英超这个热刺队的主场来上演海外大战 那么我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绿湾包装工队 他们在上半场的时候表现是非常的强势的 甚至是有拿下领先 但是下半场的时候却是不管是这个进攻或是防守 都频频的出这个出包 所以就让这个巨人的这个球员来轻松的推进 来扭转他们的情势 所以有点这个有点反败为胜的这个感觉 那这个包装工队 他们也没有办法延续上半场的气势 最终不敌对手 那最后呢是以22比27来落败了 那所以成为这个美国非常关心的这个美式足球的赛事 又是体育赛事 所以很多国家很喜欢看体育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英国 英国就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但是这好多年前了 他的热搜的关键字是一名模特叫做凯蒂派珀 好他怎么呢 其实他在2009年的时候就遭到他的前男友指使一个嫌犯 叫希尔维斯特剥这个硫酸 然后就毁容了 所以当时他的毁容照片非常可怕 我有到上网去看一下 他连嘴唇其实都没有 所以当时他非常的难过 结果这个嫌犯希尔维斯特嘛 他就有被判无期徒刑 不过在2018年的时候 假释出狱了 那最近会成为热搜话题 就是因为这个希尔维斯特 他违反了假释旗 期间应该要履行的条件义务 所以遭到英国警方说 他必须要带回监狱来继续服刑 而且也发布了通缉令 可能会再判处更高的刑期 这确实很可怕 但是我觉得他前男友是更可怕 我稍微爬梳了一下他们过去的状况 这个凯特派珀 他其实在网上认识这个前男友 就原本很甜蜜 就他发现这前男友 其实有一些暴力的倾向 所以他就要分手 就分手之后 这男朋友就说 一直求他要回来 就他们就约在一个咖啡厅 就这个凯特派珀 他就到了咖啡厅前 就被这个嫌犯泼了硫酸 天哪 他完全就是花了好多 好久 好像好几次的手术 几百次 他才有办法变成 就是现在还不错的样子 而且他还进行角膜移植 要不然他会看 就是失明 对 你看这么可怕的一个事件 那当然看2009年发生 到现在2022年了 又有新的发展 所以成为了英国的热搜关键字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日本的热搜关键字 也是一个人民 也关心他们这个演艺圈的一个状况 就是日本的男星 吉泽亮 他要出演一个新的戏剧 是饰演一个儿童医生 那么乐团的天后 钟导美加 他会来帮这部戏剧来唱主题曲 那吉泽亮其实在日本 如果关注日剧的话 那应该都对他非常的印象深刻 他可以说是国宝级的帅哥 你觉得呢 蛮帅的啊 没有错 而且他这次所加入的这个 戏剧PICU儿童加呼病房 是他首次挑战医生这个角色 那所以他也在接下作品之后表示说 那他会在这个生命面对面的过程 那人们究竟会在死亡中 学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是希望他希望可以在这一次 出演的过程中所了解到的 那这位国宝级的帅哥呢 他最近其实他比较是偏向 走向这个大荧幕的方向 那他演了很多电影像是王者天下 或者是东京复仇者 甚至后面还有三部的电影 正在排队来上映 那他这一次重回这个小荧幕 来参加这样子医疗的主题 也让这个日本的观众朋友 非常的期待 是很多人都喜欢看这个 演艺圈的一些这个最新的状况 好接着我们来看南韩 南韩的热搜关键字是拿玻璃 也就是一甲足球联赛啦 因为他在10号的时候 做客这个克雷莫娜 结果呢这个势如破竹的气势 拿玻璃中场以4比1大胜了对手 取得本赛季的五连胜 有一位选手也备受关注 因为他是含义选手金明哉 他在赛中有完美的防守技术 那欧洲的足球统计网站 更评价说他的本场表现 有7.4分 因为他在赛中有三度产球成功 那传球的成功率高达92% 所以很多人对他是非常大赞 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新兴的球员 那他在一甲联赛9月也获颁最佳球员奖 这个是亚洲首位获得这项荣耀跟成绩的选手 所以蛮厉害的啊 当然这个自己家人有一个好成绩 在国际上面就成为了韩国的热搜话题了 对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到香港 他们的关键制是圣芳纪中学 9号的时候 9号的时候因为有学校在举行这个升旗典礼嘛 那这个盛芳纪中学 他是5号的时候有14名学生 因为在升旗时间的时候吃早餐 那可能就在操场吃早餐这样子 所以被校长来当场的训事 还认为这个学生违反了国安法 那因为这个国安法通过 都蛮重的耶 对啊对啊就是 就是因为不尊重国家的国歌或是国旗等等的行为 可能就是他们觉得这样有损国安啦 所以这个他就要求训导主任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当时副校长和训导主任都扬言要报警处理 不过最后可能也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也没有这么严重 所以就让每个学生就拿到一个警告之后 就请他们回教室来上课 但没有想到这名校长 他非常的坚持他们违反了国安法 所以他知道这个处罚怎么这么轻呢 所以就把这14名学生再次叫回校长室 然后告诉他们是停课三天 然后之后还有学生说有目击到有警员进入了校园 那这件事其实是蛮严重的 就是有警察进来校园 难不成是真的要用这个国安法将他们移送法办了吗 不过最后校方是有表示说警方进入校园 是因为当时学校里面发生了另外一期的破坏事件 和违反校规就是升旗吃东西这件事情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现在似乎整个学校不管是校方人员或者是学生 可能都已经被下了封口令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这14位同学是否被停课的事情都知字未提啦 但这真的太夸张了 如果只是因为没有去什么升旗 对然后吃早餐然后就被国安法办 那这个国安法也太无限上刚了吧 那我想台湾应该会有很多小学生被法办 而且如果我们在家里然后我不尊重爸爸妈妈 然后爸爸妈妈就说我要用国安法办你 那这个东西也是太多了 真的 对怪不得会成为香港的热搜话题 好我们来看台湾了 台湾的热搜就是我们的国庆日啦 10月10号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国庆日是中华民国111年的国庆大会 好这次登上这个关键字也包含了 因为这个表演实在太精彩了 你有看到这个橘色恶魔吧 有有有 真的是很多人喜欢啊 我自己在现场看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青春洋溢 吹着这个气都不会喘 然后还可以这样跳唱跳跳 很厉害 那还有国庆展演啊 像一些空房的这个阿帕器啊等等的 也都是让大家为之惊艳 甚至这次国歌领唱是有三个场地一起 我当场听到我都起鸡皮疙瘩 觉得好感动哦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国家 好当然总统蔡英文的这个国庆演说也是大家的关注啦 这次他对于北京也是强硬的喊话说 兵戎相见绝对不是两岸的选项 他当然也说边境如果开放之后 希望这个互相交流也可以舒缓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这边的态度是更强硬的哦 所以接下来要二十大了嘛 所以自然没有办法来进行妥协 那这个台湾的热搜话题就是国庆日的相关制限来进行热搜 那我们看到新加坡他们也很关心这个体育的赛事 他们的热搜关键就是Lakers是胡人队 那因为胡人队在NBA的热森赛就是最新已经连吞下了三连败 那也让这个球迷也都觉得哎怎么会这个样子 那他10号的时候是遇到了这个卫冕军勇士队 那这一战呢胡人队的两大巨头就是包含了LeBron James 还有威少他们都作弊上关 但靠着一枚哥就是戴韦斯 那他一个人就上场了21分钟 18投9中狂轰了28分 那这样的优异的表现 那最后是以124分比121分惊险的来击败勇士队 所以他终于是结束了连三败 在热身赛然后摘下了首胜 所以当然就让这个球迷非常的开心 对那这一枚哥的功劳不小 真的 他一个人撑了这么久 对啊21分钟 对蛮辛苦的蛮累的 好但我们看完了这个Google Trend的热搜话题之后 我们接着还要带大家把镜头转到英国这边 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之后 其实在英国国内 哀痛完赶伤完之后 他们要充现新的国王了 但有很多的制度是要改变的 好查尔斯三世上来之后 其实包含护照硬币国歌等等的 都要进行改版 但他也有些后续效应 我们来看到说 其实英国媒体就有报导说 他们的新硬币 接下来就会开始要流通了 在2022年底左右 时间蛮快的 而且刚开始他们是用面值50辨识这边的设计 则是跟1953年女王加冕纪念币是同一个 所以查尔斯三世对于他母亲的敬爱 真的从这种纪念币也看得出来 是都有女王的色彩 好当然这个我们就有发现说 你看查尔斯三世他这个头像是转左边 对不对 其实这是有玄机的哦 因为英国女王伊沙白二世是转右边 所以要反过来 对他这个是有传统的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源自于17世纪的查尔斯二世的时候 那你看到唯一不一样的是爱德华八世 那其实他的前一个这个继位的人哦 他是朝着左边的 但是因为爱德华八世他本来就应该是要朝右边嘛 但他个人喜好 所以他还是把他朝向了左边 对因为你看哦 查尔斯八世他前一世是这个乔治五世 他就是转左边嘛 那照理来说爱德华应该要右边 但他还是喜欢在左边 那接下来他因为他只待了一年的这个任期之后 就换乔治六世了 但乔治六世你看他也是朝左边 原因就是因为他比较像是说 如果乔治五世是左边的话 照理来说爱德华要右边嘛 但他还是想说哦 那就照着原本的传统他还是左边 所以等于说他们三个连续的这个继位都是左边的人选 好那当然到了伊丽莎白就变成右边了 那现在查尔斯三世就还是左边的方式来进行 那确实大家都对于这个新国王要上任之后 这个硬币的改版也都是会放大来进行看待的 所以还是有带一点传统的里头 大家说哎原来这个硬币是有一点点小玄机的 对尤其是因为其实英国有使用 以前是有使用20英镑的纸钞 那他其实在女王过世之前就已经决定只流通到今年年底 那因为之前我们不能出国嘛 其实因为我加入一些英国的社团 大家就有在任意说手上有好多20英镑的这个 不知道怎么办 对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也不用想了就是就留下来纪念吧 对啊其实真的纪念意义还蛮重的嘛 对 好当然我们要看到英国女王哦 他在离开的时候很多人就一直之前不是传闻说这个哈利啊 就是没有见到女王其实是因为梅根嘛 那也有人说什么众说分云反正他就是没有见到女王最后一面 好到底怎么知道他没有见到呢 其实我们从时间点来进行爬梳 后来这个苏格兰的国家档案馆是有公开一沙白二世的死亡证明 那他是想年96岁是在这个9月8号的3点10分的时候离开人世 那死因是因为年迈就是因为年纪大了 确实96岁年纪蛮大 可能身体上很多功能已经没有办法运作了 所以渐渐就离开了 好当时其实这个查尔斯山是在11点30分的时候 就抵达了女王这个住的这个巴尔莫勒尔堡 那他在12点30分中午12点30分的时候 白金汉宫就有对外来说嘛 女王的身体有出现一些忧虑 目前正在监视中那但是强调女王还是感到非常舒适的 不过在这个下午的3点30分的时候 这个威廉安德鲁爱德华跟他的夫人才抵达爱丁堡的机场 才在这个傍晚5点钟的时候飞到了女王的这个住所 就是巴尔莫勒尔堡这边 好这个时间点3点30分 他们从爱丁堡启程的时候 其实女王就已经离开人世了 所以他们这个威廉安德鲁到这个 巴尔莫勒尔堡的时候 其实女王已经没有看到她最后一面了 更何况是哈利呢 她是在傍晚的5点30分才起飞 那在8点钟的时候才抵达 不过在这段期间的时候 这个白金汉宫就已经宣布女王驾崩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才会大家一直不断的讨论 但是外界众说纷纭啦 有人说是因为这个查尔斯三世要哈利不要带美根 所以才延误了时间 但是有人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到最后见女王最后一面的就是查尔斯三世跟安妮长公主 但我觉得确实这两个人是 伊丽莎白二世在没有登基女王之前生的宝宝嘛 生的孩子 而且跟她有一段比较亲密的过程 对 这两个人跟女王的感情自然是比较深厚啦 所以在身边陪伴她走最后一程的就是这两个子女这样 好那当然现在英国女王就是离开之后 很多人是对她蛮景仰的嘛 就想要帮她立项 而且想要摆在这个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这里 好你可以看到特拉法加广场 这个是他们的图喔 那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用Google Map看一下 因为你点到这边它会有一个环景图 哎蛮实景的 所以你没有到英国你也知道说大概这个位置在哪里 好这边有一个四号基座 它其实这边是一直是空缺的 从19世纪中叶的时候 原本是要威廉四世的雕像 那资金缺乏之后就持续空缺 所以现在也有人说 是不是可以把英国女王的立项 放在这个四号基座这边 但是英国的伦敦市长 他非常反对耶 他说女王的雕像不会在广场出现 那这第四座的基座 是要继续保留给予当代艺术来使用 直到2024年9月之后才考虑其他的用途 然后这个第四基座 确实接下来有一个 应该是说已经有一个新作品了 它是这个反殖民主义者的作品雕像 那他说要鼓励民众争取自由跟平等 那他从1999年开始就放了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而且两年更换一次 但有英国的民众说 这个耗费其实非常的大 你可以看到他的建造费 就要台币495万 那作品配也要花上106万的台币 所以总共两年 每一次两年都要花上大概600万的新台币 那你两年要花600万的新台币 为什么不放英国女王的立项 这是很多伦敦民众的感觉啦 所以大家才提出说 干脆在这个第四基座上面 就放上英国女王的立项吧 但现在看起来这个伦敦市长并不希望 所以没辙 所以这现在是英国社会 还在讨论的一些女王的后续问题 在这个伦敦市长可能是 比较专注在艺术上面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想法 那接下来来看到是 因为这个通货膨胀的关系 那美国联准会 今年以来一直用这个 升息的方式来追通膨 那他们美国联准会升息 也造成了各地央行都在升息 台湾也是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 就最近股票是赔的蛮多了 因为 应该蛮多人都有同样感觉 对啊 因为升息就会造成 投资人的这个信心大减 可能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 撤资等等的状况 所以可能这段时间 就算这个国安基金进场了 也是这个绿油油一片啦 所以说升息到底 对于这个市场来说 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尤其像是苹果也因为升息的关系 所以也造成他们这些公司的市值 出了一些问题 是 不过在讨论他们的市值之前 我们要先聊一个 祸虫口出的一个故事 好 您说 这位看起来财大气粗的先生呢 他是 苹果采购部门的副总裁 他叫做布莱文斯 那实际上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 因为毕竟年薪非常的高 所以他也很喜欢参加车展 那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都是使用TikTok的这种端营的方式 来经营自己的频道 那就有一位TikTok网红叫麦克 他本来就很喜欢做一个访问职业这样子的影片 那他在8月18号的时候去了加州的一个车展 然后就看到布莱文斯 他坐在这个车子上 是这个价值50万美元的宾式麦拉伦 那所以就是很明显 就想要问说 先生你是做什么样的一个职业的 没有想到布莱文斯呢 他却直接说 我拥有豪车打高尔夫球 但周末和重大假日都不用上班 那当然如果他是在一个年轻人的短影片里面 这个这样的说法好像 听起来就只是一般的一个顺口溜的一个回答 但显然在对于跟他同公司的其他的员工 可能是不这样认为的 对因为他的身份也比较敏感 对啊所以也就造成了 苹果内部有非常多的员工 针对这25秒的影片 然后不断的向公司来投诉 所以造成了这样的情形 不过其实布莱文斯 他可能是想想 他现在表达一点他们的幽默感 他是引用1981年 那个时候有一个电影叫做 《亚瑟的经典台》 那看起来他是在照样照剧 对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部电影 他是在1981年的时候上映的 可是今年已经2022年了 经过了这么多年 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其实慢慢的大家都会不断的去 精进自己的用词 因为有些话确实你讲出来 以前没有什么感觉 但现在就是会造成一些 比较性别上面的一些歧视 但问题是他有没有丢工作呢 因为这句话 他因为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把他的工作给丢掉了 他虽然在苹果认识了22年 年薪有高达1000多万台币 他甚至是少数可以直接跟库克 来汇报的关键角色 那他最近呢 也成功了压低关键零堵件的成本 但是因为有超过100位的员工 针对这25秒冒犯人的影片来投诉 所以听说库克本人也很生气 所以就要求他离开苹果的 这个矽谷的办公室 那所以针对这一起事件 大家会觉得直接开除他会不会太严重 那可能大家是各有看法 但他后来有出来跟大家道歉 是说他想要用受访的机会 来为自己错误的幽默 而感到冒犯的人道歉 那至少最后他也是针对自己的发言来悔过 不过丢了工作 那恐怕也是对他一个很大的惩罚了 对啦 好那当然讲到库克 对我们就会想到贾博斯 因为他们就是苹果创办人跟执行长嘛 所以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就是这几年我们都有看那个 苹果发表会 其实每次库克出来讲话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种 相较于以前贾博斯的时代 比较温暖的那一种感觉 暖男子吧 也没有到那个程度啦 也没有跟他相处过 就是他说话的方式 我觉得没有像贾博斯那么 那么那么锐利 所以他会比较平缓的讲 他们其实讲话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刚刚在上一章的时候提到 听说库克本人很生气 那显然这件事情是真的 才到他有到底线了 对有可能 那以前过去苹果创办人 他过去的经营风格是倾向让管理者来竞争 所以推崇孤军作战 也就是说他可能会希望同一个阶层的管理者 是互相是竞争的状态 状态才可以让整间公司更好 那他甚至是有一些风格粗暴的言论 那就像是假设因为苹果的手机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里面的那个晶片每一年每一代都一定要换 如果晶片赶不出来手机就无法出货 所以听说他这个晶片供应商如果没有办法 按时的交出足够数量的晶片的话 他竟然会当面来跟着供应商说 你是没有用的笨蛋 然后甚至用狂风暴雨般的方式来斥责嘲笑对方 就比较激烈一点 对啊只是我自己也是比较没有办法想象 如果他这样对台积电的人这样讲话 台积电就是那我不要帮你 对啊因为有一段时间可是各个手机厂在抢晶片 对看谁是老大 可是那时候没有那么的紧啦 就是对于这个半导体的部分 那库克呢 那库克他他本身就是像我刚刚讲 他本身是比较温的一个人 那他他比较少提高银料 而且他是希望大家可以进行跨部门的来合作 反而是说如果有人在这个组织内不断的去挑起争端 他会希望这个引发冲突的人离开 所以他其实算是一个很少提高音量的一个人 不过呢他很谨慎 他对于很多的细节都是非常注重的 所以像是他很多的部门主管都必须向他来汇整很多的报告 报表上面就会有很多的数字 那如果同一个数字在不同章的报表面出现了 出现了异状的话就可能在讲同一个数字 但数字内容却不一样的时候 那他就会很仔细的去发现这件事情 然后来就来问说他比较着重细节啦 我觉得这是管理者确实是必要的 那当然创业者就是不一样嘛 创业者他可能要从零到有 那到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比较稳定的来进行这个创业 好那我们还要看到说苹果 你刚才前面讲说你这次在股价上面也是缺了 就是投资了很多 然后现在都有虧钱 那到底苹果现在是不是也是有类似的状况 好刚刚提到的就是在创办了之后 库克他的经营的手法上面 九年间股价是成长了两倍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蓝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那包括了像是乌尔战争还有升息风暴的关系 所以他的这个市值是不断的上下在波动 在今年的1月3号的时候 苹果的市值他是有一度来突破3兆美元 成为首全球第一个达成这个纪录的公司 所以呢他这样有这样子优异的表现 没有想到在今年的5月11号的时候 因为股价大跌的关系 那他的市值只剩下2.37兆美元 那我们记得这个时间点 其实就是那个联组会开始升息的一个时间 造成投资人的这个信心大减 所以这个当时的股价不断的这个崩跌的状况 才造成他的这个市值跌破2.5兆美元大关 甚至曾经在一天里面蒸发1290亿美元 这么多 哇这么多 所以他就一度把这个全球市值第一名的企业 让给了这个沙烏地阿美这样子的能源公司 那因为其实能源公司在这几年也是非常的重要 很赚钱的 所以在5月11号的时候 苹果被他超过了 那个时候沙烏地阿美的市值是2兆4240亿元 不过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最近 苹果经过了这个秋季发表会有非常多的新品的上市 尤其是这个Pro跟Pro Max也是大家会觉得是很值得来一换的一个产品 那所以也造成了从5月一直到10月的这段时间 这个苹果的股价再加上这个市值是有重回第一名大关的 对所以感觉起来这个企业的还是起起伏伏 尤其现在全球的经济是比较有危机的 没有说 所以现在是不是要请专家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对有关这个苹果这个市值的变化 我们有请到3C达人电脑王阿达来跟我们分析 贾博士他其实是暴君型的一个老板 就是说我讲什么就是什么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跟你讲我的规格要站住 你就给我站住 他不会跟你在那边废话 那顾客的话你会发现说 就我的认识来讲 他是一个比较擅长的沃通的老板 也许说今天他会说 我接下来明年要开发iPhone要做哪些东西 那可能是整个团队一起推升出来的东西 那如果是贾博士来带的话 也许他会跟你说 我下一代iPhone 我知道做什么样的东西就会输出来 所以我会觉得在管理或者是在产品开发上 他那个顾客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协调者 那但是如果是贾博士 他可能会比较容易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他去压榨 你一定要把我想要的东西把它做出来 如果以贾博士来讲 你说他有 他最主要让人所自的单 他比较有创造性 比如说他可能 坏一点之后悔一点之后 天马行空 然后他会对一些美学会极致的追求 比如说他希望一个界面是要极简 然后操作要简单 在他博士之后扑克接手 库克他最擅长是什么 他最擅长是库存管理 还有成本控制 那以创新来讲 老实讲他不是说没有创新 他不像贾博士那么的激进 或想法那么奇怪 你可以发现说苹果他那个 后面就是在iPhone4之后的手机 他每次都不是在追求规格的最高 或最新或什么黑科系之类的 他咋都追求 以库克的管理的理论来讲 他会在意说 我如果我要放这个功能积蓄 他能不能让产量最大化 他说你很少在iPhone没有看到一个 真的是从来没看过的黑科系 或全新科技 库克的年代 iPhone出了几个小 大中小 Mini Plus Astra 什么都有 这变成说 顾客会去针对消费者想要的东西 他去开发一个产品线 去做分众的事情 贾博士不会 贾博士说 我帮你设想好 就是我觉得最好 你只要买就对了 所以他们在公司经营跟管理上 我是觉得 光是这部分就有很大的差异 我是觉得 你不能说是苹果的问题 而是全世界的问题 苹果有在衰退 那你应该看其他品牌衰退更多 而是因为这第二 对大华竞争实在太差 很多消费者 都不太愿意掏钱出来买东西 但是今年iPhone14 Pro以外的那个机型 卖的没有那么好 但是大家可以发现 14Pro Pro Max 还是卖的很好 所以消费者还是愿意 为了这个东西掏钱出来 当然就是说 量一定不会像以前那么疯狂 你说因为 习惊买买买 大家先抱上热情 这不是说只有苹果的问题 当然你可以看三星来 或其他品牌 它甚至销售的人 的衰退更多了 好 真的是习惊买买 所以很多人是勒紧了荷包 不敢买东西 不过我看起来 这个苹果的销售 应该接下来 又会有一个新的亮眼啦 好这就是上半小时的 国际plus 全球希望你喜欢 请支持TV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